就觉得我好像快要粗框了 哦是哦 嗯 那你后退点 就粗框了啊 再后退点 就粗框了啊 太好了这样我比较安静 去吃大便 今天是2023年的8月25号的下午2点33分 马蝶聊一世 陪你聊聊家庭会遇见的各种大小叙 欢迎回到全宇宙最real的Podcast节目 我是华爸 我是鸟妈 好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是EP9 哦我们录到第9集咯 对但那个因为日本切成两集 所以你跳过一个礼拜 日本行真的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剪成了两集 然后从日本回来之后 我们就一直拖到现在才开始录音 对就是有两个礼拜 无所事事的空窗 也不是说无所事事啦 我怎么觉得每天都很多事情啊 对啊没有无所事事 我刚刚看了calendar 就是中间就还做了很多 那个公司的其他的录音工作 哦对啦 对 你们就是从日本回来之后就是 就还了很多债啊 很多债要还 然后小朋友相继生病 哦还有 对啊他们就感冒 不是什么大病 穿穿就是到现在都还在 那个鼻水 就留两个礼拜鼻水 真的好久哦 到底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啊 我不知道耶 可能他过敏体质也有关系 然后药也 就是会拖比较久 对啊 就是每个礼拜都会跟医生报到耶 如果他自己靠自己的抵抗力 痊愈就没事 嗯 可是因为他可能 气候也在改变 然后过敏体质 后来他就演变成 有一点并发症 就是有一点细菌感染这样 就要吃到抗生素 所以就会比较久 那然后家里面有一个生病 就其他又会被传染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相继沦陷 相继沦陷连你都沦陷了啊 因为我都沦陷 然后今天换我 我差不多快好了 他差不多快好了 又换你 换我 我今天挡起来喉咙超痛的 所以我跟你说 就是家长要一边工作 然后小孩子就生病真的是 会两头烧啦 会两头烧了 我可以理解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啊 那个护士啊 他就说一个人吗 然后我就拿出四张健保卡给他 上次是真的是最多一次 对 然后四张健保卡呢 他 我观察到 他有点像在 你知道他收完我的钱之后 他就有点像在抽牌一样 抽牌 他就抽一张 然后说 看是哪一张 诶 那谁谁谁先 真的 小孩生太多 那生病就很像 就是肉粽一样 就一串 然后直接拎去一起看 没错 对 然后反正就是 都是一些小镇 小镜头 还好还好 不是什么大病 就是我们就是好好做好一些身体的保养保健这样 然后很多粉丝他们会很热情的推荐我说 诶可以吃什么保养品啊 吃什么益生菌什么的 该吃的我都有让他们去尝试去吃这样子 啊这个就是你知道 这个就是更新病毒嘛的必须 必经过程 哦就需要时间 真的是需要时间 就是我很怕那个 那个长辈一直说 哦你是不是都没有给他 吃什么吃什么 没有给他 干嘛干嘛干嘛 我就觉得说 come on 这就是一个必经之路 因为毕竟我本人是念生科的 像姐姐好了 他其实上幼儿园的时候也超容易生病的 但后来他上小学之后就 哇超健康的 哦对啦 所以你看你两个儿子八月份去上课嘛 对啊 所以学校也变成一个 更新病毒码的好地方 对他就是上去打仗的 他提早上战场而已 所以他现在赢了 他拿了奖牌 他之后就很少会输了啦 就他们两个会先去 他们各自的幼儿园去收集一些病毒嘛 对对 然后回到家之后再 咛咛咛咛咛 各自交换 各自交换 然后再更新咛咛咛咛咛咛 然后再交换 然后也跟他的姐姐交换 跟爸爸妈妈交换 但其实姐姐症状就会轻微 姐姐跟哥症状就会比较轻微 爸爸症状也会比较轻微 只是他因为他本人鼻中隔弯曲 所以只要一感冒 然后就会变成鼻痘炎 对我跟妳讲 我其实很少感冒 但是我只要一感冒 就几乎都会变鼻痘炎 因为他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需要开刀啦 但现在没有时间去开刀 还是有听众家里面是做 鼻中隔弯曲手术很厉害的 你可以毛遂自荐一下 希望说可以为创 我跟你说我之前有问过 但那医生就说 这个其实算是个小手术 对 但就是说因为 他还是有动到你的这个 他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修复啦 所以好像也需要三天 到一个礼拜 三到七天吧 然后就是 要包着那个 纱布什么 就是 会变得很 奇怪吗 然后我就觉得 好不想要进入那个状态啊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一到现在 拖到现在还没有去动手术 对 我希望大家就是 身体都要健康 老话一句 对 然后上礼拜我们又去了 嘉义 对 因为他们都只是小感冒 所以我们就还是 还是安排了家族旅行 然后我们就还是出去玩乐 然后跟阿姨跟姨丈 他们就很开心的去嘉义 然后还有很多 很热情的网友 就跟我们分享说 啊嘉义哪里好吃 哪里好玩 然后就 我们去了嘉义发现 哎嘉义真的很不错耶 我觉得我先跟大家分享我们住的地方好了 哎我们其实是第一次一起去嘉义 从来 对 哎没有没有我们 呃几年前有因为拍片的关系 有下去过一次嘉义 对那不是去玩的啦 不是不是 是去工作的 所以 呃我记得我那一次只有喝到玉香屋 然后其他都没有 然后就回台北了 所以他这次去嘉义 第一个点就是去玉香屋 我还是去 先去玉香屋 嘉义对他来讲就等于玉香屋 哎没有也不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感觉那是一个点 就是一定要去朝圣这样 但是有很多嘉义的网友 就跟我分享说 哦嘉义还有其他 在地人会 比较推荐跟会去喝的 就饮料店 那我这次也都有去采点 然后 应该可以做一个什么 各县市饮料店评测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 哦可以可以 但台南可能没办法台南太多了 哈哈 那饮料可能太多 嗯 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住的地方 我们住 那个 Hotel High 感觉是嘉义在地的商旅 嗯 嗯 然后我觉得CP值非常的高 在 我的IG发现洞之后 发现有妈妈也立刻跟我讲说 哎我们也是住这里耶 她觉得很不错这样 毕竟去完日本了 就没什么钱 所以就是 我们尽量把那个预算都精简到 最符合这个 CP值的状态 那Hotel High是 CP值真的超级爆炸 四人房 一天不到三千块 然后还附早餐 然后还在市中心 就滤罐很方便 很近这样 停车什么 不错就是 推推推 然后还有食物的部分 就我们走到那个路上 然后要买嘉义的食物 就发现 发现都只卖鸡肉饭 没有 还是有很多不同的 小吃啊 或是 什么米糕啊 寿司啊 大家都有推荐 但 我真的要讲 就是路上大概有 就大概每隔50公尺 生了很多鸡肉饭 就是看到一间鸡肉饭 到底是怎么回事 嘉义是 充满了鸡肉饭的城市 充满了鸡肉饭 然后那些 鸡从哪里来 请问一下 诶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嘉义产鸡肉饭 有人知道的话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对对 我们两个嘉义手 麻烦 真的真的不知道 对 教一下这样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鸡肉饭 但就是 我们没有一直吃啦 就是 我们有吃一些 大家推荐的其他的东西 对对 大家推荐的什么 有什么米糕啊 对可是 我们发现 那个烤玉米 真的是完全没办法 就是 没吃到 对 完全没吃到 然后好像 也没有营业吧 可能提早卖完了 不晓得 是完全没吃到烤玉米 下次去再吃 嗯哼 然后发现 嘉乐福夜市 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人了 呃 应该说没有那么多店面 没有那么多摊饭 对 据说是疫情的影响 呃 我们有一个 家人 就是 呃 星星的仪仗 嗯 他以前在那个 虎尾念书 然后他们都是 就是 周末会去嘉义的 嘉乐福夜市 然后听说 就十年前 那个是一个很 超级爆炸多人的夜市 非常兴盛的一个夜市 但是这次去就是 小猫两三只 然后很多那个铁门都拉下来 没有什么垫开 对 然后因为我 找了一个嘉义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去 然后他就说 这个地方就是 从疫情之后就 就 慢慢有点落寞 呃 没落 没落 可是他在那个 嘉乐福夜市的 进去的那个 呃 入口处 有一个超级大摊的那个 烧烤店 那因为很多人在排队 然后我们就想说 啊 那我们吃吃看好了 结果 哇 很好吃欸 很好吃 而且 蛮有水准 而且价格也蛮公道的 就觉得嘉义的食物好像 还有什么 粉姜蛋饼 哦 粉姜蛋饼 就是我每天早上都会去 呃 刚好我们住的那个饭店 附近 我查到一家 然后我连吃了两天 早上都去买粉姜蛋饼 重点是我跟你说 那个蛋饼真的超便宜 超便宜的 那个一个蛋饼 然后加两颗蛋 双蛋蛋饼 才多少钱 33块 33块 这个在台北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价格带 你知道我那天去公司旁边 随便给找盘店 然后我买一个肉松起司蛋饼 多少钱 他售我65块 超贵 肉松起司蛋饼 而且我跟你说 如果是在外送平台点的话 他就会变85块 哈哈哈哈 有这个行情吗 超夸 没有现在这个物价飞涨到 有一点hold不住 太夸张了 我愿意为了蛋饼搬去嘉义 我可以去玩就好 哈哈哈哈 对 然后 呃 反正我们去几天啊 三天 三天两夜 跑了南院啊 对 故宫南院 对 故宫南院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游戏 儿童游戏是非常有水准 因为那个新光川都在那边 就是玩了 泡了整个下午 对 我印象最深的也是那一个 就是在一楼的那个 对 他就是儿童创意中心 我们大概 以前出国的时候 也会去那个 国家的博物馆或美术馆 去逛他们的儿童的 策展的 这些中心这样 然后我觉得嘉义南院 这个很有国际水准 嗯 设计的蛮好的 真的 就是他讲 东南亚的文化为主嘛 对啊 然后 当然也带进台湾 台湾也纳入在一环里面 然后他还有设计学习单 就我们进去的时候 发现就是 还有小朋友 可能补习班啊 还是学校那种校外教学 会一团一团带来 然后去体验去闯关这样 那我就带着信息 拿着学习单 然后就开始陪他闯关 然后就真的一关一关 这样过完 发现 诶他真的有学到东西耶 他最后还介绍到 为什么故宫南院的吉祥物 是那一只猴子 有猴子吗 有的 他叫做哈努曼 我现在都还记得 那一只是吉祥物 那一只是吉祥物 好像就是印度神话 还是 就是神话传说里面的 一只神猴这样 然后据说西游记 的那个猴子的image 取经也是来自于 那只哈努曼 真的假的 对 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啦 就是 他一关一关都有带你去 survey说 东南亚各种 各种不同的文化 什么瓷器文化 茶道文化啊 然后服饰文化 这一些 那个地方冷气很强 也完全不用门票 对 他居然完全没有收门票 我觉得超 也太好了 对 我就很怀疑 南院到底有在赚钱吗 应该没有 我觉得应该就是 我不知道欸 一种文化的 这种保地 所以 可能政府每年花很多钱 在维护 就基本上你 进去要花钱 只有吃饭 跟如果你要去看一些 比较特别的 特别的展览吧 当期的展览 需要买票 我觉得超级超级超级好的 对 后来我们下午就去了 就去了幸福山丘 幸福山丘 我也是特别推荐大家去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 甜点很好吃 然后我们还去骑马 就这样 文家一的小旅行就是 该吃的该玩的都有玩到 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去到 比如说阿里山啊 然后或者是他们市中心的一些 嘉丽市立博物馆 很多人推 但我们也是没有时间去 就觉得说 好像还可以再安排下一次去 下次吧 下次吧 好的那么 暑假快要结束了 那 自己上线的时候 暑假已经结束了 对 我这半礼拜 我觉得我还一直在当房仲 对对对 我们的木榨的家 现在目前就是 on sale 就是已经有人下斡旋了 但是还在 还没有卖出去 就是一直在处理旧家房子的事情 你从一个买家变成一个卖家 对我从一个买家变成一个卖家 然后 这个买卖方的角度 跟心理也不太一样 对 很有趣 那因为我们要 把这个旧的房子卖掉之后呢 就是为了我们之后可以再换更大的 对 所以我们没有要把他留下来投资 干嘛的 我个人觉得啊 我其实对 投资房地产 我是不熟悉的 但我有很强大的自助需求 哈哈 那小孩太多 对对对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还是会以自助为优先考量啊 对 就是说 把旧的卖掉 然后卖掉之后呢 希望 会顺利进行 然后呢 我们就 可能接下来就会看 稍微评输大一点的 对 房贷听起来是一个 很可怕的数字 你知道那个 现在平均房贷都是30年嘛 然后日本有推出50年的房贷了 有够恐怖的 就是如果你30岁买房子的话 你要还钱 还到80岁 对 对 然后那个 台湾有到40年 台湾我记得就是慢慢的开始 推出40年的贷款了 我觉得买房子是怎样 就是你在还没有买之前 对 你真的会被这些数据吓死 我记得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 就是刚在台北都找到工作 然后是一个社会青年的时候 对于买房这件事情 真的是 打死都觉得不可能 就算可能 你可能也不愿意 对 就是会觉得 我干嘛买 对啊 嗯 又不是租不起 对 就觉得说 算了啊 我住一辈子 就是我当一辈子租嘴 没关系啊 这种心态 我自己会这样 我觉得租房 当然也有它的优点 有啊 我们现在还是租房啊 对 我们现在一边要卖 然后一边要租 然后就租了一个地方嘛 对啊 对 我觉得租房当然 可能不用背这么多的房贷啊 的确 像我们现在租的那个地方 如果要买的话 其实每个月付的钱 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要用买的话 一平大概要90几 对 因为我们是住在 就是士林区算 交通很方便的区域 那台北市不用讲了 就是很可怕 只要交通方便的地方 都很可怕 然后它那个房子就是 就蛮新的一个建案 但就我这样子两边评估下来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买 就还是应该要考虑房地产 这个投资的产品 你觉得是比租房 还绝对性的优点吗 对啊 因为你买了一个地方 你就那个地方就很像你 你自己的 我觉得人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可以回去 其实对你的居住地 或对你的这个生活来讲 也是一种 就是安定感 我觉得蛮安定的 那种正面的回汇 没错 以台湾的房地产来讲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自住的话 你会发现 它长期来讲 是一个资产的累积 资产的累积怎么说 你除了每个月还房贷以外 对 你会发现 如果你买的地点好 或者是你买的 屋龄不错 或者是反正你的房子 只要 基本上不要在一些太偏远的 郊区 郊区的话 它的房价都是往上涨的 哦 你说它是不会跌的吗 可能短期会有这种震荡 你说震荡 但是你想想看 你现在的房子 一定比20年前贵 对吧 我现在想一想 我妈妈那里是这样 我妈妈屏東有房子 对 那基本上就是 现在的房价 也是比 那个十几年前 我住的时候 还是高耶 妈妈还是说 还是有涨的 没办法 因为台湾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大家都想要往都市移动 那只要人多 就会有居住的需求 哦 那你有需求的话 那个价格就会上去 对 除非你是什么豪宅 那真的可能会跌 那没办法耶 对 或者你是那种投资型的套房 对 像很多那种 以前买在学校附近 对对对 要租给学生的 可是现在很少子化 后来学校倒了 没有学生 没有学生耶 那些套房全部都卖不掉了 哦 就是跟着人的需求走 一定都会有一些房子的需求 对 嗯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今天是用买的 嗯 你是跟银行借钱的买这个房子嘛 对啊 那买了之后呢 你一边 在使用这个地方 对 可是一边 这个地方还会增值 对啊 那这好奇妙的概念耶 通常东西不是二手之后就折旧了吗 我跟你说 所有的东西都会折旧 对 车子会折旧 你的名表会折旧 你的包包会折旧 你的电脑会折旧 嗯 但只有房地产这个东西在台湾 基本上它是 完全是一个正资产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一边用 但它还不会掉 但它价格却越高 超奇妙的 那这个东西不会泡沫化吗 不会到哪一天就 砰 大家就再也不买房了 或是房子的价格就崩塌了 我觉得也不是不会发生 嗯哼 对 可能像日本 2000年或者是 也是泡沫过一次 对对对 就是会美国 嗯 的确它是一个金融类的商品 所以 当后面电到 很高很高 没有人在接盘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 掉下去 它就会掉下来 啊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都不是我们 当下可以决定的事情 的确 好 假设 啊我还是要住啊 对 假设 这个泡沫化会发生在 50年后 100年后 你不能因为说 哦那因为那个 那个时间点 你算还离我这么远 嗯哼 对啊 它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 我也没有办法改变 欸真的很多人都说 你既然没有办法改变 它的游戏规则 你就只好 加入它 所以你看我们买了第一个房子之后 我们真的是有 呃 虽然现在三年了要把它卖掉 对的确是 那我们的房价也的确 它是有稍稍上涨的 到现在 一瓶大概多了十万有吧 对就其实是 很奇妙 就它 它跟着通膨 我可以理解 就是每年都会有通膨嘛 往上往上加 嗯 它永远都会 比通膨还再多一点 你开始年纪也比较长了 嗯 比较有点经济能力了 对 然后再加上你有这种资产的概念 嗯 嗯 呃 我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去投资房地产 嗯 对 那因为也有人 他在股票 可能投资赚的比 对对对对 那他就可以租房 没有关系 但我讲的是说 如果你今天 也不是很懂股票 也不是很怎么样的话 但我 我其实觉得房地产是一个 相对来讲 它比较安全 嗯哼 就是 它走势是长期看涨的 嗯 对那你买了之后 你就住进去嘛 你其实也不用管房价怎么样 因为反正你只要知道说 哦 这个房子我住20年 我就 付20年的房贷 我就还了20年的钱 对 然后再加上20年后 它的价格 就算没有涨很多 它一定比现在高 对啊 反正它就是还是会 因为通膨的关系 还是会往上 对啊 那为什么不买 很奇妙哦 那你说那种 我觉得人一生 也会换蛮多间的房子 房子对 就是说按照需求的不同 你可能生一个的时候 你住这样的坪数 没错 你生到三个你就要换大一点的 对 可是等到20年后 嗯 小孩子都长大了 出就是 那你又剩两个人住这么大房子 没有意义啊 然后可能又会再换 对 你可能又会把它卖掉 对 然后去换小的 或者是换比较方便 离医院比较近的 嗯哼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房贷也没有还完啊 你贴40年来 哦 association 你住了20年 对 卖掉了對不對 因為有些人就會想說 啊我房貸這個杯太多了 我還不完 你根本就不需要還完 你根本不需要還完 你等於是跟銀行借 對 就還還還還還 然後還到一個點 賣掉 就算沒有賺 你最少也存了房貸那些錢 你想想看我們這個房子 如果三年前我們還是用租的的話 我們到現在其實沒有任何的 資產累積 我們剛剛講到 沒有留下來 第一個沒有存到 沒有存到錢 對 對不對 因為你都給房東了 對 第二個 我每瓶10萬的這個漲幅 其實我吃不到 對啊 因為我不是屋主 那當然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 有人會講說 那你會有房地合一稅啊 你們三年就賣 這個趴數很高 但因為我們是要換房 對 我想今天所有的 都是以自助為需求 去討論這件事情 沒錯 所以 自助可以申請 重構退稅這個東西 對 就兩年內換到大的 把舊的賣掉 那你就可以 退這筆錢 退這筆錢 對 給你這樣 那有人就會問說 啊我現在就沒錢啊 怎麼辦 就是我覺得 頭期款是 我猜應該有很多 對 我們同年紀其實蠻多的買房 就是也是家裡面幫忙 沒錯 那個頭期款 真的不是我們付的出來的 對 就是那種幾百萬的東西 房價的兩成 是需要當頭款嗎 真的 真的 對那 如果你運氣好 家裡面本來就有 有一筆錢 有一筆錢 或者是爸爸媽媽 房子 老早就還完貸款 對 很多爸爸媽媽是真的已經還完 然後就是已經存了一筆錢這樣子 對那他其實都可以用這個房子去做抵押 他再去轉貸一筆錢出來 轉貸 反正 我覺得四五年級 如果有累積資產到現在的話 那個也是蠻驚人的 我看我們同輩要買房 蠻多也都是長輩支持 對啊 小被贊助 所以其實 付付的期 你只要考慮 你每個月要還多少錢就好了 的確 啊那個房貸的計算 好像有一個撇步 就是你每一個月 你要付的房貸 因為常常看新聞說什麼 被房貸壓垮啊 然後就過得很苦哈哈 吃泡麵 我覺得也不需要這樣 因為你的房貸 你必須要去考慮說 你要維持現在既定的生活品質 不能過太差吧 嗯 所以它有一個趴數 好像說你 收入的三分之一 就大概三分之一 就大概三分之一 就不能再高了 再高的話 你可能會被壓垮這樣 就是你 你會過得很苦啦 會過得很苦 對 然後一樣 忽然有什麼偶發事件 就會尬不過去 我覺得金流還是需要 去考慮的一件事情 對 然後再加上 就是以前有很多人 就是他可能一次尬好幾間 對 這種也很恐怖 這個槓桿開太大了 對對對 那這種就是都不要做 好 拍了我們當家 拍了我們當家 我們就是現在就是討論 單純的 我們自住 嗯 然後你已經 可能長輩有辦法 或者是你自己有存到 一筆頭期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進到那個 買房的市場裡面 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每個月的房貸 你去試算一下 能不能夠復合出來 如果能都OK 這個條件都成立 欸 那就希望你趕快 找到自己心儀的房子去買 我覺得也可能是 要思考一下階段性 就是通常來講 第一間房都是先求有 先求有再求好 後面才就是說 喔 隨著資產累積 你慢慢手邊 就是比較寬予 你的房子也可以賣的 比較好的價錢之後呢 嗯嗯嗯 你再去換下一個階段 地點更好 或者是 更符合你那時候需求的 你看我們在買的 就想說 哇 如果我可以再找一點 金獎 那待會兒多好 那就累積更多了這樣 對啊 因為你就發現越早買 真的 就越便宜 對 它的遊戲規則就是這樣 而且無法撼動 對啊 我就覺得很奇妙 很多人在講說 啊 房貸要跌 房貸要跌 更沒跌 就是我問我的房仲就說 欸 那個 今年的房市怎麼樣 怎麼樣 他說今年的房市就是 量縮了 就是 要賣的人少了一點 對 因為現在是比較冷盤 因為生息的關係 對 大家覺得說 那個市場沒有那麼熱絡 沒有這麼多人想要買房子 那大家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對 可是房價有沒有掉 沒有掉啊 完全沒有 對啊 就hold在那邊 真的 好不好 我覺得好奇妙喔 這個市場 台灣的經濟奇蹟 就hold在那邊 房子 對 但我們不討論投資啊 我們討論的自助需求 你以為大部分人 買房子都投資客嗎 欸 新聞上面看起來 好像都是投資客 對不對 新聞都會拿一些案例出來說 喔 誰又那邊一次 什麼紅單 把它掃完 什麼什麼 我跟你講 大部分買房人都是自助 所以其實最大剛需是自助 對 投資客都少數 嗯 所以你有自助需求 就趕快進場 你就應該認真考慮買房 而且這件事情 就越早開始越好 真的 我都覺得我們算晚了 怎麼爸爸媽媽 都沒有告訴我們這件事 嗯 你說晚嗎 也不會啦 我覺得我們還是算幸運的 我們是幸運的 但是如果你越早知道這件事 然後越早可以開始 往那個方向去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 而且你爸媽一定也要確定 你現在每個月是還得出那些錢 對啊 他才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贊助你 要要要掏出來贊助 然後你二十幾歲 每個月才賺三萬塊錢 你知道買一層房 也不太可能啊 所以 我覺得他還是需要一些 過程 過程 嗯嗯嗯嗯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概念哦 對啊 如果你可以catch到這個概念的話 恭喜你 你可以開始往這個方向去 因為我小時候 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也不覺得說 我一定要有個房子怎麼樣的 但就有朋友提醒我說 當你到了六七十歲的時候 誰還要租房子給你 我心裡想想 也對齁 六七十歲我就把我的房子賣掉 對啊 你就去游山玩水了吧 對我就去游山玩水 或者住那種很高級的養老宅 那也要你身體健康 對前提是身體健康 對 所以我們就是這一段時間 就都在 恢復房仲啊 然後跟他討論 就是有哪幾個買房子 比較有可能的這樣 嗯嗯嗯 對那 那最近其實我覺得 還有一個 就是政府的政策 就是有推了一個叫什麼 新清安貸款的 什麼 青年安心成家貸款 欸我發現政府 好像常常會有這種東西欸 他其實舊的就有了 對啊 但今年他改版 改版了 你可以貸一千 可以貸四十年 一千萬四十年 然後寬限期是 五年 哇 也就是說你前面五年 只要交利息就好 不用還本金 你如果在台北市買 可能就是 需要清安搭配 其他銀行的貸款 因為台北市沒有 只有一千萬的房子 你那個超級 超級不太可能找到喔 對但那個條件是好的 我覺得 當有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出來看房子 好像又慢慢變多 喔 因為其實 自助需求 還是會一直在嘛 對 所以 意思就是說政府有 釋出一些利多的部分 就幫助青年 因為青年就是 賺的錢比較少 首購族 首購族 對 意思就是說你名下 第一棟房子 對 名下沒有房子 那要買 喔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這個 感覺今天我們是在幫 幫政府打什麼 政策的廣告 沒有沒有 它就是真的 你可以拿去運用的東西啦 對 所以你看你可以有 從長輩來的幫助 長輩來的幫助 然後你也可以有來 從政府貸款來的幫助 政府也會推你一把 然後再加上你自己 認真努力賺錢 沒錯 好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買房 那有沒有什麼 呃 條件需要考量 就是怎麼樣才能買到 真的是 這個是很超值的房子 超值 對 呃我覺得如果你要買房子的話 你就考量三個東西就好了 我覺得這三個東西是 一個三角形的 三個頂點 三個頂點 各自會拉扯 比方說 呃 就像那個叫 大小 喔大 房子的大小 房子的坪數 嗯哼 然後第二個叫 可能是地點 地點 那第三個可能是它的新舊 就是屋領的部分 新舊 對 就每個房子 可能有一些房子 地點比較好 對 可是它 屋領比較舊 那有些 有些地方是 哦它大小很大 嗯哼 可是它地點不好 就是 我覺得它這三個是互相抗衡的 哦 就是你要去看那個 那個 平均值 對對對 那每個房子的條件不一樣 然後大家 可能你們各自的 需求 需求是不是也不太一樣 對 因為你看 你看光大小 它就有分成 各種 不同的產品 什麼 兩房 三房 四房啊 嗯哼 對 像我們家現在就是 大小沒辦法動 嗯 因為我們就是需要一個 比較大坪數的 呃對 就我們在討論下一間房子 我們就有點陷入 就是 我比較站在新舊 他喜歡屋林新一點的 對 我希望屋林新一點 畢竟我要住二十年嘛 我希望那房子二十年後 第一個它還有一些 還是健康 還是健康的 對在市場上 它還是 有人覺得說 有競爭力 那可以買 或者是可以賣得掉 然後 第二個是說 它新的可能住起來 沒有那麼多問題 對 它就非常站在屋林這一邊 然後我的話 我就是 非常吃地點 嗯哼 我從小就是在市中心 長大的小孩 我就覺得 我想要一個房子 它去哪裡都非常的便利 然後生活機能很完善 很完整 那這個 只會出現在 很市中心的地方啊 就是 便利性很高的地方 你不是只有市中心 你還希望在台北市中心 沒有我就覺得 就覺得在台北市住很習慣 然後我就很想 繼續待在台北市啊 啊怎麼講啊 你知道我們家 現在旁邊那個新家 就是市林這邊最夯的 就是那個北市科 哦對對對 然後北市科呢 那個新建啊 一瓶就開一百二十萬 然後我聽到我就傻眼了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買得起 請問一百 太難了 一百二十萬你要買幾瓶 買 買二十瓶好了 就是我們會把大小就被 限縮到很小 可是不行啊 因為 我們小孩太多了 我們需要把大小固定下來 所以這個三個 三個參數 對 你可以用這三個 然後先鎖定一個 你覺得 最優先的 這是最重要 不能動的 所以我們的共識就是 大小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 然後接下來再考慮屋林跟地點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拉扯 對 我們現在在拉扯 到底可以接受 接受到什麼程度這樣子 對 那 這個地點你可以嗎 這個屋林你可以嗎 這樣 如果最後聽我的話 我們下一間房可能就在 呃 新北市的 比方說三重 或者是哪裡的 重劃區 就是一個新的房子 但比較 比較遠一點 那如果 如果他贏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在 買個台北市 40年的老公寓吧 那邊也是 然後把他改一改改得舒服 阿不然來PK好 來PK 大家覺得怎麼樣比較好 哈哈哈 我覺得很難欸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你金額很大 然後一住又要住 就是年起跳的 所以就是 要考慮的東西 非常的多 我可能今天就會推翻 我昨天的想法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就是一直在 Dynamic 調整我的想法 這樣 跟大家分享啦 三個參數 三個參數很 實際的可以讓大家去想 你的房子到底要 在哪裡 長什麼樣子 這樣 對 我覺得你有 你有一個 鎖定一個東西之後呢 你再去看物件 會比較簡單一點 不然你問那個房仲 房仲可能就亂推 啊 亂推的東西 你一定要自己有一些想法 自己找過一遍 因為大家都會說什麼 我就希望離捷運站近一點啊 就是我 然後希望 坪數大一點啊 就是我 然後就希望什麼 房子一個新一點啊 對 然後就發現買不起 哈哈哈 房仲就想說 你還搞笑是不是 嗯 好 算了 我們就再妥協一下 這樣 再討論一下 我是房仲我就跟你想說 那你預算也要再高一點啊 對對對 你預算要拉到 就是一個恨天高的程度這樣 所以 回到我們自己的這個 房子 房子 就是說 其實有蠻多組人 陸陸續續來看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因為這兩禮拜就剛好 算是有第一組人下我旋了 對 然後下的價格 我覺得也還不錯 嗯 對就是沒有到 那種拔辣價 不是亂來的 亂喊價 對 然後他真的蠻喜歡我們的 裡面的裝潢啊 什麼什麼的 對 對 但是 呃 因為他自己 希望說他買 買回去之後 他還有一些地方要改 嗯 那所以他要 他又留了一筆 預算要裝潢用 他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加到 我心目中的底價啦 所以現在還在 還在 溝通協調 溝通當中 我都不知道會不會買掉 對 但如果大家對我們的房子有興趣的話呢 呃可以幹嘛 可以 可以看一下 你要介紹一下你自己的房子嗎 我介紹一下 可以啊 對 對啊 我介紹一下五房子 講幾個優點好了 我覺得我們木柵那個家 真的是 沒什麼好挑剔的 哈哈哈哈 對 除了他現在 就是對我們來說 有一點太小了 因為我們三個小孩 蹦蹦跳跳 有點太小 但 如果說 我覺得家裡面是一個小孩 或者是 呃 兩個小孩 我覺得最多兩個小孩吧 是 可以住得非常舒服的 因為他那邊 或者你就是夫妻 沒有小孩 對 夫妻沒有小孩 也可以 以後打算要生 也可以 因為那邊就是 呃 離市場 公園 然後幼兒園 國小 都很近 嗯 然後在那個地方 我們過個小時就到新店 然後新店那邊就有家樂福 24小時的家樂福 然後接下來有一個東西要開的 叫做 御龍城 大家可以去搜尋 新店御龍城 就以後就可以去看電影了欸 以前我們還沒有這樣 我們看電影要進城 以前新店人的娛樂 就是去逛家樂福 對 跟IKEA 沒了 對 那現在 多了一個御龍城 可以看電影了 我覺得那邊的生活機能 會慢慢的 就越來越豐富 這樣 而且我跟你說 御龍城的成品要進去進駐嘛 對 然後那個成品是全亞洲最大的成品 我就覺得 齁 為什麼 為什麼我住在那邊的時候還沒開 對 然後你說電影院這些什麼 就是都有 然後就離我們家騎車 很近 你說坐公車好了 你直接坐公車 大概兩三站就到了 對 然後騎車就五分鐘吧 對 超級近 那我們家除了那個環境優美 就是適合生活 宜居以外 超宜居 裡面的房子的裝潢呢 也是得過兩次 設計獎 設計 國際設計獎 然後 當初裝潢下來就花了三百 三百多萬 三百多萬 因為我們所有的軟硬體都用很好 對 就是說開放式的廚房啊 然後 廚具都用很好 我們那個水槽超帥 那個叫3D的水槽 我現在租這個房子 我真的是那個水槽弄得我很生氣 就是 一直覺得說 齁一直 這設計這什麼爛設計 對 我們舊家那個水槽真的很厲害 它就是 真的超強的 還有很多層 所以你可以按照功能不同的需求 去使用 然後那個水龍頭花灑 就是衝力又很夠 然後那個 所有的角度設計都剛剛好 日本的很厲害 日本的真的很厲害 好 好就是 附加價值啊 我們的軟硬體都用的超級好 然後馬桶是Total的 冷氣是大精的 都用頂級的 嗯 都花錢 都花錢 雜重本 你們知道現在的裝潢費 飆到恨天高嗎 我設計師的朋友跟我講說 現在裝潢費 又好像又在漲了20%左右 所以 如果說要維持我們那樣子的裝潢 現在的價格 可能不止300萬起的來 嗯 嗯 沒錯 所以買到賺到 買到賺到 我真的覺得 我們的 目前的售價呢 親友價是2380 對 如果是聽媽爹的podcast 或者是有 在 什麼社團裡面啊 看到媽爹介紹的 都是這個價 好哦 有興趣的話 歡迎私訊我們 我把我們房子那開箱的影片 哦 連結放在下面好了 我們三年前的開箱影片 三年前開箱影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可以 呃 裡面現在就是 整個維修過跟新的一樣 我們又後來又把它 把那個什麼 撞壞的地方啊 弄花的地方啊 我們全部都重新遊戲 重新粉刷過 對 呃 來工商 來幫我們房子工商一下 工商服務一下 真的是好房子啦 對 缺有緣人 好 那接下來進入到Q&A的部分 好 首先第一位是這個 Cindy Sha 她說 希望能被唸到留言 哇 好長哦 她留言好長 哈哈哈 那也加速度 嗯 華伴男媽你們好 我是從欣欣孩坐在邦寶宇 跟你們一起唱歌時期 就到現在的超級粉絲 超級超級 聽到有屬於大人的頻道 太開心 立馬聽起來 每集都聽兩遍以上 podcast一次 YT再聽一次 小孩揮的時候 可能再聽一次 哈哈哈 然後聽到鳥媽 學軍軍儀 看到串串拆包扎的時候 齁呦 真的太有畫面 感受到養男寶的不容易啊 所以你們家應該也是男寶 然後鳥媽生日禮物 是帶著女兒一起出國 我一個人老公說 我的生日禮物 也想要自己出國玩 老公說 怎麼不是你也帶著女兒出國玩 我說 我們家就一個小孩 我帶她出國 就讓你一個人 爽爽帶在家 媽 到底是誰過生日 有道理 老公蠻聰明的 哈哈 差點就跳進去了 真的 挖坑給太太跳 然後話說關於洗屁屁神器 對於老公出門上班不在家 需要幫自己孩子 洗屁屁的時候 真是一大助力呢 哦 所以他其實覺得好用 哦 他說他們家洗臉台比較小 然後洗屁屁的神器 也是會有好用的 剛好把寬度延伸 然後抱小孩的手 就有地方可以潰 哦 然後還有那個乳頭護照 哦 其實是像我 他說他乳頭比較短 或者比較 凹陷的人在用 嗯 那我念這個時候 會有種害羞的感覺 然後或者是 有受傷要暫時 隔離內衣的時候用 就還是會有他使用時機啦 對 不過他覺得他也是 覺得很難用啊 不如還去找一個 秘乳顧問 比較要更有幫助 好 謝謝心力消 哇 講了好多哦 他真的是每集都有聽 他應該是女保吧 他說他老公 就是帶女兒出國啊 所以應該是女保 哦 對對對 他是女保 ok 就剩一個女兒 對 對 好 謝謝你 就是從我們 我幫寶椅就是第一個唱歌影片 這真的很久了 超級超級久 對 好 心情多大你就跟我們多久 多大 哈哈哈 好 好 下一個留言是 呃 他是 一橫 潛鉗跟等於 蛤 這三個符號 好 好哦 他的標題是提 他說女兒的生日禮物給大家看看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 蛤 沒了 好哦 是不是女兒打到了 哦 還是他女兒想要來許願生日禮物 哦 哦 那我們幫你轉達給你媽媽 真的不知道欸 好 好 沒關係 好 下一個留言是 W-E-X-X-X-Y 我說天哪 還有魔力的節目 然後有三個那個 眼睛發亮的符號 嗨呦 他說他整個身歷其盡欸 超優質 讚讚讚讚讚讚 沒有 謝謝 謝謝你的支持 我在想他的這個 所謂的 魔力是哪一個部分 我也沒有像Kelly一樣 魔力笑聲 好 然後我跟你們講 那個鳥媽那天 她自己在家聽自己的節目 對啊 然後就用1.5倍數播 沒有 我是用1.25 哦 你是1.25 然後我聽完之後覺得說 哦 好舒壓哦 很舒服是不是 對對很舒服 我覺得1.25對我來說很舒服 然後隔天我收到了我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在line裡面 他就說 他是一個老師 他是一個國中老師 然後他說 他在空檔時間用1.5倍數聽 他也覺得好好聽哦 哦 原來是這樣啊 一定要加速就對了 所以我們說不定以後就變成老高 就大家都用1.25或1.5倍數聽 對對對 但覺得很好聽都會聽完 對啊 希望我們的這個 訂閱數 我們的收聽數 有跟老高原的魔力就好了 好real哦 哈哈 好 所以如果大家 這一期 EP9 聽完之後 有任何 買房的一些想法或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可能就下一個節目 再回答你 好的 那我們就 EP10 見囉 大家再見 掰掰 回到